經理介紹了幾樣東西給我們 我心目中要我同學試試這個 焗蟹蓋是好吃的 每人都叫了一個 賣相很好 過來就說這個很漂亮 去試試這個 那天又是生日? 後來我才知道 那些同學已經吃飯了 接著是阿姐進來 這裡是不是有人生日? 我還是第一個說沒有 因為我是我訂房的 他搞錯了 我今天沒有人生日 接著有兩個同學說 有啊有啊 我買了蛋糕過來 原來我正日是這個星期六 有一個同學正日就是上星期日 剛剛就是那天正日 合在一起買了蛋糕給我們 跟我一起生日那個 那個就是我小學同學 兼中學同學 後來他們就點這些 我覺得這個在六角必要試的 就是這個焗蟹蓋 你去師兄吃過這個嗎 吃過 吃過嘛 這個主要是要 我去熔籠吃龍蝦 龍蝦好吃 我覺得這個好吃的龍蝦 脆皮龍蝦 他有些芝士粉在面上烤的 或者我吃慣那些芝士 芝士味 所以我就沒有什麼特別 我覺得這個 你幾年都買了這些 這些是比較老派的 老派的 所以我一定要用同學試一下 這個有蟹肉在裡面 我印象中有很多蟹肉 我吃的也是 每個人都滿意 加了一些蔥 在裡面 洋蔥 對 洋蔥 然後有些菇 蘑菇 在裡面 上面再灑了一些 應該都是芝士 芝士包康的焗 然後放在那個什麼爐 中文叫做 焗爐 有一個在上面有火的 下面沒有的 人家通常焗東西都是在那裡烤到的 中文就是焗爐 焗爐 下一張照片 麻煩你阿成 裡面掀開了之後 你還記得多少這些 滿了的 一定要有蟹肉 一定要夠的 新鮮蟹肉 如果正常有些餐廳 這些可以賣兩百多元一隻 六個不用 但我覺得這些不只一隻蟹 它是將蟹 拆肉之後 加上洋蔥加上整個調味 放進去 這個很香 做前菜這個好 送酒也好 這個可以嗎 送酒要送白酒 白葡萄酒 或者香檳也可以 對 前菜是這些 當然 六個 怎麼說 它的味道是 比較正宗的粵菜 又不是很創新的 他一向是自己的老牌 馬師傅還在這裡做 有沒有出來見你 我哪有敢 叫他出來 你真的不敢 我叫了經理 Raymond 我的徒弟說 你認識經理嗎 我來這裡吃了十多年 薄公子來叫馬蕭出來 神經病 神經病 我不敢 人家正在做事 我每次都出來 我和你的級數不同 班哥 你這些都是馬師傅 馬師傅快走出來打招呼 我的不是 我免得妨礙別人做事 那晚也有幾多人 吃完這個之後 下一個 後面的就是經理介紹 這幾個菜 客人很受歡迎 你試一下好不好 逐樣逐樣說 好 這些全部怎樣 這個就是撲酒焗生蠔 有加點洋蔥絲 有帶點甜味出來 這個挺好吃 但是撲酒焗蠔 怎麼說 以前的人多數用捅蠔 美國捅蠔 但是現在台山蠔來了之後 多數用台山蠔 因為美國捅蠔來了之前 好像這些杯 一杯一杯 可能會有些防腐的東西 應該有 但是以前有很多賣 現在來了台山蠔 可能市場比較弱 味道如何 因為我心目中覺得 美國蠔的味道是淡的 美國蠔呢 大隻 大隻就 我們叫做吃下去 整口粉 口感不好 不得脆 如果吃生蠔 每個蠔就不太出名 反而是台山蠔 你覺得 台山蠔也不吃得生蠔 台山蠔也不吃得生蠔 但熟 但比較爽身 你撲酒焗蠔 其實就是西式做法 加了我們香港式做法 以前沒有這個菜 你明白嗎 是 但是等於西汁 全部學西餐 學不學 對 對 這個一到 每一隻都吃得開心 就是撲酒蚊牛尾 全部都是西餐 班哥真厲害 下一個菜 麻煩你 就是牛尾 我這個我沒吃過 反而是師兄沒點過這個給我吃 這個多好吃 我一吃的時候 為什麼師兄不點這個給我吃 每次回來都請我去陸道吃 師兄真是怎樣 炒燕摩 金牛匙給你吃 什麼師兄 師兄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 那個醬汁 我多恨 因為我叫了燒雲飯 如果我沒有叫燒雲飯 我馬上叫一個炒飯 這個醬汁多好吃 這個要推介 這個我很喜歡 這個很好吃 這個牛尾 它燜得很厲害 牛尾有沒有皮 應該是 牛尾沒有皮 沒有皮 炒牛尾在羅馬也有 羅馬一家很有名 都是吃牛尾的 但它炒來散 師兄這裏 它全部會在骨 扔在骨 你吃下去 它不會散 這些魚正常 正式 我們在上面吃 連皮 而且沒有皮 因為有另一個做法 第一 有些說皮太多毛太複雜 不要黏進去 我看人家 豬腳也是 有些毛你很難起 對 但是 有紅酒用的 對 我們通常炒牛尾 要泡粉 放入味道 泡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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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煎 煎香 煎香 再放東西 要放洋蔥 紅蘿蔔 因為要放芹菜 炆才好吃 炆完後 有些甜味 炆完後 蔬菜的甜味 然後放紅酒 或潑酒 其實這個自己做 也不是很難 你以為炆菜 就不會難 炆完後 很不好吃 很不好吃 炆完後 炆完後 散掉後 有些不好吃 如果想羅馬吃的 包裹都好 可惜整條尾都散掉 骨後 肉後 弄到最後 賣相不好 拿到碟 然後才吃 問題就是 在羅馬吃到炆完後 炆完後 就很低級 要麼有種 另一種 炆完後 把肉拆出來,沒有骨頭的 另外再用材料包著它 明白嗎 這是什麼菜? 法國菜 用豬網油、菲露皮包著再烤 那當然好吃 你再加一點油 加一點黑菌 我很喜歡跟班哥講西菜 講中了我心裡想吃的味道 對住了幾十年 你猜不是家裡的那些 對著大廚做的 你跟很多大廚都是老友 當然是說笑 問題是我不是下去煮 但我也是對著他們 不認識也變認識 師傅說我 你先吃多一點,不要說 你認識也不認識,你怎麼說 所以你講西菜 我真的很開心 好 好 這個 我喜歡它 那些是什麼 紅腰豆 因為我對豆是一般的 但那天我試了兩粒 其實也不錯 豆有時候也挺好吃 如果煮得好吃的話 Kidney Bean 對,Kidney Bean 紅腰豆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